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艾卡定的陈子 不知不觉中高考又来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部 关于高考的超励志电影 垫底辣妹 值得一提的是 本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女主小白在小学的时候 受到了同学欺负 小白的妈妈去找校领导反应 校方给的答复是 天知道诸事皆有定数 实也命也人力不可抗 物被立当顺应天命 泰然处置 老师说人话可以吗 呃就是你家孩子被欺负 我也没办法 如果反抗不了 我建议他 妈妈非常疼爱小白 立马给他转了一所 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的学校 并且还告诉他 学习什么的你不用考虑 你只要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哦了 我是想说 这样的妈妈能不能给我来一打 到了新学校后 小白认识了几个小伙伴 他很好地贯彻了妈妈的指导方针 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小菜鸟 进化成了标准的妖艳贱货 而不是女王大人 每天就是吃喝玩乐 耍贱卖萌 抖操思混 并且他顺利地被分到了最垃圾的班 而且成了最垃圾班里的垫底 就连老师对他们的称呼都是 某天 老师从小白的书包里翻出一包烟 这件事的性质非常严重 校方打算开除小白 但是在妈妈的苦苦哀求下 校方最终给他无限期休学出份 也就是说他上不了大学了 感觉这学校略有一些奇葩 明明对学生相当放纵 却又摆出一副很严厌的姿态 说不好听点 就是当了那啥含力排放 妈妈随后劝他参加高考 自己考大学 并且给他报了个私人辅导班 剧情于是出现了转折 补习班的平田老师 先是给小白做了个测验 一看不得了 妹子的知识储备 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 不过平田老师依然夸奖了他 说的好像他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似的 既然你这么天才 那咱们索性就定一个小目标 考上庆英大学怎么样 顺便说一句 庆英大学是亚洲顶级大学 世界排名比清华北大还要高不少 已经被忽悠的飘飘人的小白 妥妥的点头答应了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 平田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首先他会英才失教 和你找到共同语言 比如小白初次见到他的时候 画风完全就是标准日本女演员的形象 平田于是和他谈论杜琪庄 拉近距离 比如后来又来了一位叛逆的小伙子 平田见他喜欢玩游戏 就和他讨论游戏来套近活 当他得知小伙子是因为家里逼着学律师 他偏偏要叛逆不当女士 作为报复的时候 老师对他说如果你真的想报复他们 那就考个好大学 等你能当律师的时候 再告诉父母你拒绝当律师 这样的打击岂不更爽 就好像你讨厌一个妹子 你就想办法追到他 天天对他好 把他宠上天 等他飘飘欲仙的时候 再残忍的甩了他 小伙子果然一下子来了兴致 总之就是这位老师会先想办法 跟你做朋友 你喜欢玩游戏 我就陪你开黑 你喜欢放玩传奇 我就陪你跳广场舞 你喜欢约炮 我就陪你剪漂流瓶 其次他懂得夸赞你 让你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虽然你没脑子 但是你胸大呀 虽然你所有提的错了 但是起码答案你都写满了呀 而且每当你有了进步 他一定会毫不吝啬的 送出自己的肯定 为了培养小白的学习兴趣 他还会针对性的设计趣味小游戏 如果题目答不上来 他会用趣味漫画的形式 让小白学习枯燥的历史 他甚至还以自己不能见人的私密照片 来勾搭小白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是青涩时期的丑照 当然他最大的杀手箭就是真诚 他是真心的替学生的将来考虑 不抛弃不放弃 他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称职的老师 当然这句话 陈子思以为过于绝对了 在这一系列的针对性措施下 小白果然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并且非常努力 他甚至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都在学习 人一旦认真起来 三观一振 作风自然就不在花里胡哨 小白和另一个小伙的穿着打扮都悄然的改变了 在主角的BGM下 小白的进步自然是非常迅速 但是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的底子实在是太薄弱 想要一下子从小学四年级跳到最好的大学 谈何容易 小白的模考成绩虽然有所进步 但并不理想 屡次的失败让他备受打击 他不禁会想 自己本来就是个垃圾 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的 于是小白选择了放弃 这个时候不得不提一下小白的母亲 在任何时候 母亲都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小白 女儿受欺负了 她保护她 女儿需要钱补习 她拼命兼职赚钱 女儿在努力 她由衷的高兴 女儿失败了 她在身边安慰她 后来母亲陪着小白参观了庆益大学 终于小白又燃起了对成功的渴望 她再次找到平田老师 重新开始了奋斗 成绩一路飙升 模考成绩从E提升到了C 合格率从几乎为零提升到了50%的可能性 最后她终于如愿的被轻盈大学录取 不过有趣的是 和小白一起努力的小伙子 并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光努力是没有用的 当上主角才是王道啊 开个玩笑啊 我相信小伙子是会考上的 因为橙子就是个很努力的人 我相信努力和坚持的力量 再强调一遍吧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 可不是导演一迎出来的十拳大骨鸡汤 橙子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 看完后你一定会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 最后祝各位努力的小伙伴们 都能得到应有的收获 关于这部电影 论语早有解读 花季少女成绩差 自甘堕落老实骂 信誉良师考名校 打脸众人啪啪啪 夏天到了 你和女神之间只隔了一件拉红的T恤 赶快扫码买一件T恤在手 女生跟你走